Hello 大家好 我是Pyger 在今年5月的時候 日本迎接著這兩年以來首個完全自由 沒有任何防疫限制的黃金周 有部份人的假期更加可以長達10天那麼久 所以除了日本國內旅行之外 有人也把握機會出國 雖然很不幸地遇上日元大貶值 令出國旅遊的成本大增 但也無了有能力負擔的人出國的慾望 但在這段黃金周期間 除了旅遊氣氛之外 有一宗令人幾屈滿的新聞也一直籠罩著日本 就是這個北海道滋藏半島海難事件 滋藏半島就位於北海道東北 面向惡霍刺黑海 當地是因為有豐富的自然景觀 而且孕育出多種多樣的生態系統 在2005年的時候被認定為世界自然遺產 每年春天入秋這段時間都會吸引很多遊客 當中以乘坐觀光船 沿岸觀賞動物和自然生態的活動深受遊客歡迎 但是在今年黃金周之前的4月就發生了觀光船遇難 而且當中有很多橫橫雙購造成意外的細節 亦都令人反思日本社會的流動 試完就在4月23號一手乘載著24名乘客 一名船長和一名船務員在內的觀光船 Kazoo-1 我就在這裡先叫K1號 在當日早上10點就由北海道斜里丁的雨燈旅港出發 整個行程大概需時3小時左右 在當日出發的時候氣象台其實是有發出風浪警報 而且本身航行路線是險峻有很多暗招 有其他同行也勸了K1號的船長取消行程 但是因為K1號的船長經驗不足 沒有辦法作出正確的判斷 最後都是如期出航 去到下午1點觀光船仍然是未回到雨燈旅港 根據這個氣象台的資料 當時海面上的海浪高達3米 環境相當惡劣 去到1點15分左右 海上保安廳就收到來自K1號的求助訊號 訊號內容就提到了 當時船頭就開始滲水 船隻開始往下沉 海上保安廳得色事件之後 也馬上準備前往救援 去到2點左右 K1號的船長再次聯絡其他觀光船公司求助 而當時船身已經開始30度傾斜 為什麼這個船長還是向其他公司求助 而不是聯絡自己的公司呢? 而這一次聯絡之後 觀光船就在海上失去蹤影 而海上保安廳在收到求助訊號之後 救援直升機械要到下午4點半左右才到達現場 救援船更加因為海上狀況惡劣 要到差不多黃昏6點才到達 事後當然是受到批評 為什麼救援隊要花那麼多時間才到達現場呢? 原來當時救援直升機械正在巡邏 在收到求助訊號之後 就必須要返回基地入油 而且還需要潛水人員同行才出發到現場救援 所以就花了那麼多時間 在發生事故當天除了在海上保安廳之外 當地的漁民也出海幫忙搜索 觀光船就算是不知所蹤 也仍然期望可以找到生還者 終於在第二天的清晨5點左右 在滋場格附近有所發現 直到接近中午11點左右 一共是發現11名乘客的蹤影 但就沒有人生還 後來也相繼發現K1號觀光船的救生圈和救生佛 散落在海岸附近 要說明發生意外的地點是惡霍似黑海 水溫是相當低的 乘客如果掉落水即使是有救生圈也好 都很快會出現低溫症然後就會失去知覺 就不要以為是有救生圈就可以慢慢游回岸邊 搜索其實到現在這一刻為止 只找到14名乘客遺體 本來在離開這個資藏半島不遠處的對岸國後島 是曾經收到消息是有發現不明的遺體 但國後島其實是俄羅斯的領土 俄羅斯方面是否會配合日本的救援 仍然是未知之數 另一方面有關K1號觀光船 由事發當日其實都可以幾乎肯定是完全沉沒 但搜索隊也要想辦法把這隻遇難船找出來 因為很有可能會發現其他乘客的遺體 也會有助調查事故的原因 終於到了4月29日 海上智慧隊的掃雷艦就利用水中攝影機 發現在離開陸地1公里遠 水深100米左右的海底就發現這隻觀光船 然後海上保安廳也僱用了深海潛水的專家潛落海底到船內搜查 而在初步搜查之後在船裡也沒有發現其他遇難者 後來也進一步計劃要將船隻打撓上來 在剛剛過去的27號也成功將船回收上岸 重建天日 至於這次事件到底是人為定還是意外呢 船長和船務員至今都是下落不明 其實這些遊覽船基於海上的安全準則 出航與否是有嚴格的準則和季節限制 一般在紙藏半島的觀光船可以出航的時間 大概每年4月下旬到11月上旬左右 在4月23號的時候 其實又是否適合出航的時期呢? 原來當地大部分經營觀光船的公司 都是決定在一個星期之後 即是4月29號黃金舟才開始乘載旅客出航 但唯獨是K1號的觀光船公司 就決定給其他同行做一個星期載客出航 想當然了 現在矛頭就會直指向經營這艘觀光船的公司社長 桂田精一 在這次事件發生之後 分別在25號和26號 曾經召開過家屬說明會 由國土交通省還有負責救援員的負責人 向家屬交代搜救進展 但是遇難船公司的社長一直未有對外交代事件 而這段時間 已經有人發現這艘遇難觀光船 在去年航行時也發生過兩次意外 船身有明顯的裂痕 但一直未有維修 而剛才也有提到 為何遇難船長要向另一間觀光船公司求助呢? 為何沒有聯絡自己公司的社長呢? 首先 在資藏半島的觀光船遊覽航路上 一般電話公司的電波是不穩定的 就算發生緊急事故也好 都未必可以用手提電話求救 所以在出航的遊覽船上 是必須有衛星電話的設備 確保能夠與陸地聯絡 但是原來這間公司的衛星電話 就不是正式專業規格用的設備 而且還一直處於故障未維修的狀態 而公司提供給船長的手提電話在航行路上 長期都是處於一個收不到訊號的狀態 而在今次事件期間發出的兩次求救訊號 後來也證實是由乘客的手提電話發出的訊號 而這些消息一再傳出之後 就令外界對這個桂田精一越來越多疑惑 好自然地,很多人就會搜尋他的過去 原來這個桂田家在資藏半島的斜里丁有名望族 父親也曾經是丁議員 在當地經營著旅館生意 而桂田精一本來是一個陶藝家,生存在東京 但為了繼承家業,幾年前就回到北海道的斜里丁 本身是一個陶藝家的時候 當然就對這個經營生意一竅不通了 但他在接手事業後同時也乘機將事業擴大 收購了當地一家遊覽船公司 而且還為了折散經費 還將老員工和經驗豐富的船長解僱 對遊覽船業務毫無經驗的時候 亦忽略當中的航運安全意識 無論是天氣有多惡劣 桂田精一也會要求遊覽船如期出行 為了解除大眾而言 去到4月27號 桂田精一終於召開記者會向外界和遇難家屬交代事件 但他還未說話的時候已經令到部分家屬覺得不滿 他當日出席記者會的衣著竟然是綁著一條紅色靈體 就算他後來向家屬討下座三叩頭 都難以掩蓋他看起來是毫無悔意的態度 在記者會上有人問及為何這次會發生意外呢? 為何船公司要決定給其他同行提早一個星期出行? 這個社長是否為了經營利益為優先考慮而妄固乘客安全? 首先桂田精一承認提早航行日期是他的判斷失誤 但當日出行的判斷全部交由船長負責 在發生事故當日收到船長的報告就是天氣狀況是可以出行 然後這個社長向船長指示 如果途中天氣有變就要馬上截犯 海面上的判斷全部交由船長負責 但這樣做是完全違反安全管理的概念 尤其是這些關乎大量人命的事 只有可以和不可以兩個選項 就不可以讓乘客沒有生命危險 但以上對話是否屬實就不得而知 也無從考究 再被問及在去年發生兩次意外之後船身出現龜裂 為何沒有修補呢? 桂田就說其實已經將整艘船收你過了 而且海上保安廳的負責人在檢查過後也沒有發現任何問題 沒錯,這次事件其實政府部門都有一定的責任 首先遇難觀光船在去年發生兩次意外之後 有關部門就沒有很嚴格地跟進事件 也沒有掌握到這間觀光船公司 到底有沒有按照國家的制定標準去做好安全管理 而今次事件之後國土交通省下令對全國的觀光船公司進行緊急安全檢查 單單在資藏半島斜里丁內的多家觀光船公司 都依然有發現安全管理不足的問題 至於針對遇難船K1號的經營公司 國土交通省進行了嚴密檢查 發現該公司嚴重違反海上運送法的規條 正打算撤銷該公司經營觀光船的牌照 觀光船出航時如果風速超過8米 海浪高於1米時就必須停航了 但事故船隻出發時風速已經達到15米 海浪高於2米 另外在船隻出航期間 是必須有後援人員駐守公司 讓海上的船長可以聯絡並得到支援 但除了衛星電話故障之外 桂田征一系經常不會留守公司 而且為了折散開支也沒有安排後援人員 而作為航運業管理者 是必須有3年以上的相關經驗 國土交通省才會發放經營牌照 但剛才提到桂田征一的經歷時已經說了 他是最近才回家鄉接受家族經營的生意 所以對航運根本是一竅不通 但在申請觀光船經營牌照時就偽造個人經歷 而國土交通省是要這次事件後才察覺得到 所以這次事件根本就是一個人為意外 除了是負責人的經營不善 還有政府部門的行政怠慢 除了26條人命之外 亦令到日本政府要為這次事件付出高昂的代價 到目前為止所有的救援工作 其實已經花了接近12億日元 除了在剛剛提到的回收沉沒船隻的2.8億之外 另外在深海潛水的費用花了8億7700萬 大家是不是以為這些錢可以向桂田追討呢? 但是原來在法律上是不可行的 船主本身是沒有義務要將沉沒的船隻回收 但是國家部門是必須要就事件作出詳細的調查 所以必須要動用公帑去盡力將船回收 像這些不負責任的經營者 要求員工在一個惡劣的設備和環境之下工作 妄顧消費者人身安全 是很典型的黑企業 很多時候這些公司所產生的問題 是往往要國家幫他們埋單 除了這次事件之外 很典型的例子就是 長時間而且高壓的工作環境 令到員工健康出現問題 又或者抑鬱症發作 這樣只會變相令日本每年的醫療和救濟支出負擔加重 這些本來是要撿個倒閉的公司 只會不斷地由內部蠶食日本 但是日本政府依然無法將這些公司倒絕 這件事的後續發展和桂田精一 要負上什麼法律責任 相信要花一段時間才會知道結果 接下來就要講一宗比較輕鬆的杜斌犬偷竊鬧劇 一名生為是這個千葉縣木更津真理谷的79歲伯伯 在5月12號的時候 跟警察報稱家裡有兩隻杜斌犬被人偷走了 警察一聽到消息之後 第一反應就是很驚訝 為什麼驚訝呢? 原因就是這名79歲伯伯 家裡本身有5隻杜斌犬 在上個月22號的時候 就已經發生過一次4隻杜斌犬走失事件 但是大家如果知道杜斌犬的性格的話 就可能會覺得奇怪 杜斌犬本身是相當忠心於主人 而且是相當聰明 一般警犬、軍用犬都會用杜斌犬 所以杜斌犬要離家出走其實不是太可能的事 而且因為大部分人都會覺得杜斌犬比較兇猛 警察還出動直升機搜索 不過在事發當晚11點半左右 自發幫忙搜索的3名義工已經順利找回4隻杜斌犬 騷動也隨之而結束 這3名義工他們是自稱動物保護團體的人 在找回4隻杜斌犬之後 當然是將他們帶回主人家 同時他們嘗試游泳這個79歲的狗主人 將5隻杜斌犬轉讓給他們 而最終伯伯只願意將其中3隻轉讓 有人就覺得這3個人是否事先安排好呢 但真相就不得而知了 其中一名義工29歲的江道愛 在接受電視台訪問的時候就說述 當時將這些杜斌犬歸還的時候 就看到這個伯伯主人只是將他們用鐵欄圍住 而且這個致養環境是相當之惡劣 所以當時就覺得 就不想將這些9隻龜幻 其後還在個人的Twitter上發文 狠批這個79歲伯伯 是沒有為5隻杜斌犬提供一個舒適的環境 還表示是會繼續嘗試游泳伯 將另外2隻杜斌犬轉讓 大家看看這些相片是否真的這麼差呢這個字樣環境 而也是因為這幾張相片 5隻杜斌犬的原主人 在網上不斷受到批評 因為很多人就會認為他是虐待動物 而自稱在愛護動物團體的3個人 就不斷嘗試游泳伯 轉讓另外2隻杜斌犬 但也是被拒絕 事情發展到5月的時候 江島愛就聯絡伯伯伯 因為隻狗肚子的關係 希望過幾天5月8日的時候 和伯伯一起去選購這隻狗吃慣的狗糧 而在5月8日當日 伯伯就陪同江島愛去購買狗糧 一個小時回家之後 兩隻杜斌犬就不見了 而這次伯伯就跟警察說 兩隻狗是被偷走 因為經過上次就室事件之後 現在兩隻狗的生活環境除了是用圍欄圍住之外 還會用鐵鏈鎖住 所以這次是不可能走失 而警察也透過附近的攝影鏡頭 證實了當日是有人偷偷地進入伯伯的家 而且將兩隻杜斌犬帶走 最後也鎖定三名疑犯 在5月20日的時候將其逮捕 三名疑犯分別是29歲的江島愛 29歲的高橋李依 和51歲的佐藤德秀 這三個人是否由最初開始已經鎖定目標 將5隻杜斌犬以保護的名義從伯伯手上奪取呢? 現在似乎沒有證據支持這個說法 另外本身已經轉讓得到的三隻杜斌犬 其中一隻似乎已經被其他人領養 還有順帶一提 本身五隻杜斌犬是一個family 父母和三隻小狗 大蠟就被幾個人來搞來搞去 無辜地要淒離止散 另外就要跟大家跟進一下 上一集提到的4630萬日元入錯錢事件 山口縣阿姆丁將原定是10萬日元的疫情補助金 錯誤地將4630萬日元匯款到其中一名居民 填口牆的戶口 本來這些匯錯錢事件事主雙方的溝通順利的話 是可以很快解決 但這個戶主填口牆堅稱 錢已經轉賬到海外的網上賭場使用了 也沒有辦法將錢歸還給政府 事情的來龍去脈就不多說了 大家不清楚的話是可以重溫上一條片 而事件峰迴路轉的是 政府最近公布成功回收4300萬的匯款 這些錢從何而來呢? 不是花光了嗎? 原來這個填口當初是經由三家國內的轉賬中介公司 匯款到海外的網上賭場 而事件在調查期間就發現 這個填口是有稅務未還清的問題 根據日本法律國稅徵收法 山口縣阿姆丁當地政府有權調查填口 在日本國內的所有銀行和轉賬戶口 而三家轉賬公司就收到這個消息之後 就主動聯絡當地政府 表示希望將錢歸還 首先因為在日本賭博是違法的 就算在海外的網上賭場 只要人在日本進行以上活動都算是犯法 雖然未必有證據可以指證填口在海外的網上賭場賭博 但如果深入調查的話 轉賬公司也算是有這個協助賭博的嫌疑 為了避免麻煩 轉賬公司就自願將合共4300萬日圓歸還 而後來也證實 填口在三家轉賬公司的戶口餘額 只剩下600萬日圓 所以這4300萬日圓 都是轉賬公司自己銀河包歸還給政府 至於他們會不會將這條數轉嫁給填口 就不得而知了 其實換句話說 如果填口是當初沒有說自己把錢用在海外的網上賭場 還有每個月乖乖交稅的話 事情就不會突然變得那麼順利 當地居民和政府也鬆一口氣 但這些事就一定不是個別事件 這宗山口縣阿姆丁的事件 在這一個月裡引起全國的廣泛討論的時候 在5月初 麗木縣也發生同類型事件 有戶主就收到給原定金額多出10倍的年金 在山口縣阿姆丁事件風頭火勢的時候 仍然會有人犯這些行政錯誤 是不是已經證明了這些事 就不是一時三刻可以解決的問題 到底是單純的行政失誤 還是屁股佬坐著呢 就不得而知了 今集就先說到這裡 大家對以上內容有什麼意見都歡迎留言告訴我 喜歡影片不妨按讚好訂閱 把影片分享出去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